现在就是说监护人就是个麻烦 我们志愿者呢只能说对他进行一些经济上的救助 帮他筹集药费 但是现在像冲冲这种情况 买主跑的话 我们就是说在其他方面我们确实就是无能为力 陈主任这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认为不应该延误对孩子的这些手术和抢救 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跟有关部门协商 在即使没有法律规定也要妥善解决 不能因为没有明确的规定 就延误对孩子的资料 在最近咱们公安部进行的打管专信案的活动之前 我了解到的信息是 咱们好像也曾经专门和宝贝回家这样的 类似这样的网站进行过座谈 当时我们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因为志愿者 他目标和公安机关 包括备管儿童的家长的目标 都是一致的 志愿者的作用在整个的这次打管行动当中 如何体现 志愿者他主要是遍布全国各地 然后他的信息 其实是单独的一个来源的渠道 这些信息他志愿者得到之后 都会到最后汇总之后 交给我公安部的打管办 由我们部署有关地方公安机关开展核查 对我们就是说能给起到一些补充的作用 有的时候甚至说我们在网上在哪的 我们就能随时发现有一些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就提供给警方 我们也知道做志愿者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大家在工作的过程当中都有受到挫折的时候 现在对志愿者的这种心理疏导你们有做吗 我们只是说像有一些志愿者吧 可能是说这种反应比较强烈的时候 我们就说可以做一些 但是可能更多的时候吧 我们就是说还是靠志愿者自己自我进行调节 自我调节 这个今后我们也可以考虑和有关部门联系一下 让他们尽量的为志愿者提供一些这一类的服务 目前对志愿者在他正常的包括搜集信息 然后给我们提供这些情况的过程中 如果遇到一些问题 我们会及时帮助解决 那么民间和公安部门在打拐的这个行动当中 进行良性的合作 双方能够进行良好的互动 二位有什么样好的想法 现在打拐不能说是只是说警方单方面做 还是应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参与 这个拐卖犯罪它诚意十分复杂 单靠公安机关一加 确实难以承担起来 所以我们把志愿者作为群众的力量 来加强沟通和配合 这样形成合力 既有公安机关 也有广大群众的参与 这样属于一张天窝地网 感谢观看